各位朋友大家好 欸?你看過這一台直升機嗎? 怎麼長得這麼奇怪 只有一個旋桿 那再來看看它的內部的駕駛艙 還有空中的景色 不小心降低高度了 趕快拉起來 要不然不小心就墜毀了 原來這一台是一台什麼都能掉的直升機 它的骨殼特異卻本領高強 成盾的鋼鐵它輕輕一掉就起來 它就是 CH-54賽考斯機 空中起重機 CH-54是美國賽考斯機公司 研製的雙發單槳起重直升機 公司編號為S-64 錯號空中起重機 和空中吊車 美國軍用編號為CH-54 錯號塔赫 CH-54A CH-54A 採用兩台 普拉特 惠特尼公司 JFTB-12-4A 窩軸發動機 單台功率為4500軸馬力 最大連續功率為 4430軸馬力 兩個藍油箱的總油量為3328升 輔助油箱容量為1664升 所以總油量為4992升 尺寸的數據 懸翼直徑21.95米 尾翼槳直徑4.88米 機長26.97米 機高5.61米 機寬6.65米 重量數據 空重8720公斤 最大起飛重量為19050公斤 性能數據 正常起飛重量 17270公斤 最大平飛速度 203公里 最大巡航速度 169公里 每小時 最大爬升率 6.75米 每秒 懸停聲線 3230米 航程為370公里 S64採用 全腳接式6片鋁合金 槳葉 懸翼 為槳油4片鋁合金葉 槳 組成 組成 機身為鋁合金 和鋼製 層的半硬殼 吊艙尾糧式結構 機身在駕駛艙後面 部分沿用可卸吊艙形式 水平安定面 固定在尾斜樑頂部 右側 CH5是採用 不可收放的前3.4起落架 為裝卸貨物方便 起落架可通過 一壓軸 伸長或縮短 尾部還裝有 可伸縮的 緩衝器 前駕駛艙內 有兩個並排的 正負駕駛員的座椅 後座艙內有 操縱貨物裝卸的 第三個駕駛員的座椅 另外增加了 可以坐下兩名乘客的 折疊座 它設計十分怪異 最大特點 就是沒有機艙 只有一個簡單的 糧式機身 用來吊裝外部貨物 該機機身下安裝了 一個有吊運能力的腳車 可進行單點吊運 腳車具有補償系統 直升機旋停時可自動收放 吊染 以使貨物保持 恆定的離地高度 從70年代開始 CH54 開始從軍隊退役 到80年代 所有的CH54 均退出現役 然後進入民用商業的領域 CH54的民用版S64 被廣泛運用於 應急救援 航空護林 搶險救災 航空護林 森林救火 石油開採與探勘 高壓線路架設 公用事業等航行作業領域 因其精準的吊裝能力 已在全球範圍內 執行著各種 空中重型精密吊裝作業 從高山之間的巨型 風電葉片吊裝 到幾百米高的廣播塔架 搭建等等 都會看到它的蹤影 現在所看到的就是 廣播塔架的搭建 可看到直升機 吊著塔架在對準 做最後的放置 有了它 廣播塔架的 的架設更加的快速和容易 所以呢 駕駛著CH54 來降落在 體育館的上方 看看有沒有什麼 驚喜的事情 結果 沒有什麼事情 來試試看有沒有更刺激的 事情來做 接著呢 就飛到高速公路上 欸 把它停到高速公路上來看看 好準備降落 停在高速公路上了 結果 所有的車子都停下來 下來 然後下來 看看 逛逛大街 好 好 結果 車子 開始不耐煩了 去推了CH54 然後 警察也要來了 哇 害我被 絆倒 現在警察要來了 趕快離開 好 各台車也都 不想等待 把直升機往前推 好 現在起飛 將直升機飛到 一個安全的地方停放 並好好的看這一台直升機 的外型 所以呢 這是一台 蠻不錯的直升機 GTA 畫的直升機外型 也 跟 實際的 直升機 外型 差不多 引擎方面 畫的也是 很漂亮 好 由這裡 來欣賞 這一台直升機 好 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謝謝 881 多久 順